在《養衰衰奇兵》裡面 Alfred的角色叫做大樓 跟他本人一模一樣 都是這麼面子、這麼滑 覺得自己是最正、最漂亮、最聰明 他的角色叫Moja 也是我們《養衰衰奇兵》的主角 他的特色就是《養衰衰》 你真的覺得你們這種爛鬼捕偶公仔 會有機會嗎? 你們這些事情都是回到《養衰衰》村莊 你是要說有幾次我本人 那有幾次他的特色是《養衰衰》 也是 OK啦 我們經常都會說 Alfred 你怎麼可以放一點 再讓開 或者是就算你自己的演唱會 你也會走出一個舒適的地方 我絕對覺得你這次的《丁演大樓》 這個角色 你絕對是我認識你這麼多年來 最放 真是脫胎換骨的一件事 Joy姐做得很好 有多好 有多好呢 沒有瑕疵 但又很真實 有血有肉 我現在做得很好 我會做過 做完了 這個活動 他想不到 他想不到 因為真的是 我跟他在梅花間粹錄音 我錄了第一天 然後他再錄 我跟那個領導者 Jason說 我相信 我要加強一點我的力度 因為我已經預計了 Joyce一來到 應該是 簡直是會將事情再提升了一些level 那是真的 令事情再生動了很多 因為它是很hyper 不是 我們的瑕疵突出了我們 這些特質都值得我們去保留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中的core訊息 因為也是我自己在過去這幾年 在我的音樂路上一直想帶出的訊息 怎樣去接受和珍惜和愛惜你自己擁有的獨特 你在我心目中你是很清純小朋友的學心 你增了房間 但反而我在你身上覺得你好像更舒服了 這件事我想是我在Joyce身上學到的一些東西 不是要覺得自己這樣就等於自暴自棄 反而可能這樣才是等於擁抱自己本身的route 你比較被動 因為你的人很善良 是太過善良 有時候作為你身邊的很好的朋友 我會很害怕你會被人欺負或者被人用 有很多東西你看得很簡單 但是是這件事才會令我和你做到這麼好的朋友 就是因為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想在我身上得到什麼 或者謀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也經常吃你家的水餃 也是的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想 可能你來我家也是為了找零食櫃 和我們家裡煮的東西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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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